摩打的结构 其实摩打结构 我们要知道是因变生动 是因为有磁场有I 而产生磁力 而关键的公式 就是磁力等于BIL 这是一个因变生动的情景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 第一件事 一个简单的直流电 这两个半圆就是换向器 可以看看参考答案 这个啟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Filament Filament Left Hand Roof Filament左手定律 这个位置 磁场是不止去蓝 电流 如果我们跟着这里这样看 由这里正这样进入的话 电流是会由A流去B 然后再这样流回来 所以如果这个位置 磁场跟着它这样去 磁场跟着它不止去蓝 手指弓就会向天蓝 所以这个力就会向上 这个力就会向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旋转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样 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顺时针的动作 比较同学答得没那么好的 其实就是下面 这个画面 是计算是Moment 计算是力距的部分 首先 同学我们由基本的东西 开始讲起来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有了一个转组 或者一个转点 当是O点 才算 如果现在有一个F1 和这里的距离是R1 因着这个F2 和这里是R2 的话 其实那种力距 就会是F1 R1 即是说 转点在这里 转点在这里 F1 R1 就是乘以力距 这个叫Moment Arm 加F2 R2 这个案件来说 两个都是逆时针的 所以这个计算是这样的 而我们在这个案件来说 刚才会看到 这里 其实比较一边是入电流 一边是出电流 中间就是转轴 而这个力距 和旁边的FB 这两个力是对称的 是对称的 你可以想像是这样的情景 而这个长度 根据题目所说 是2cm 这个和转轴的长度是2cm 好 我们下来这个图 就是我刚才所画的东西 就是 这一边是向上的力 这一边是向下的力 和这条转轴的长度是2cm 所以我们总的力距就是有2个 而每一个就是一个磁力 指着这个磁力 就乘以它这个磁力 和这个中间这个 是差2cm 即是0.2米 而这个磁力 就是说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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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好 接着力的大小的计法 就是磁力 是有磁场 有电流 在一条长度的电线里 就产生了磁力 就乘以0.2米 接着将这些数换回去 视角的强度是0.7 电流是4.8A 而这一条的长度 L 受力那一条的长度 这条全条都会是受力的 的长度是6cm 即是0.6米 所以计算出来 我们会见到 力距是8.06cm 乘以10cm 是顺时针的 顺带提一提 那个单位 因为刚才都看到 力距的计法 是力乘以长度 加力乘以长度 那才算 所以力的单位是牛敦 长度的单位是米 所以力距的单位是Nm 先消防 2米 3米 2米 2米 4米 4米 5米 4米 4米 5米 5米 2米